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咱们老用一词 今天中共的统治就是一小撮的权力金融寡头 这一小撮护着他们家 以他们家作为一个大的体系 分成一个一个的 当然一小孤独一小孤独给合成一大孤独 相对的一大一点的孤独 就是共产党内部的各派势力 是不是这意思 但是咱说半天 您说到底有多少 有多少算这一小撮 结果网上出了篇文章 文章挺有意思 把这一小撮的具体数给列出来了 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文章 大纪元把它翻译成中文 咱就看看谁是那一小撮 那纽约时报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说的 中共高层的不安 文章里除了介绍过去两三周里发生的事情 他接着提到一个说法 中共表面上很有信心 但内部却因为不得民心而忧心忡忡 文章实际是引述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亚洲项目的负责人叫做布朗 他说共产党已经失去了99%的中国人的民心 中共高层对此非常担心 而布朗却在前周参加了与中共主要党政机关官员们的三天的会议 当时一共有六位出席此会议的外国学者 那布朗表示说 包括政府以及军队的副部长级以上的中共精英 一共2800人对党有忠诚度 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 经济在过去十年来上翻了四倍 为什么老百姓对他们还不喜欢呢 这很矛盾 那布朗接着说 中共之所以不受老百姓欢迎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的腐败 那文章就介绍 这次会议本身是中共国际事务部门主办的 叫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 那参加的人包括学者 包括中宣部 中组部 政策研究室 中央纪委 统战 以及党史研究中心的官员 是中共共产党最核心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心的东西 政府的没用 我跟您说 政府的都要听这群党里的 而这群党里的之所以把六个外国人弄过去 去参加他们的会 只无外乎他就想听一听外国人怎么看 或者说他想向外国人展示一下他们的实力 文章里又提到呢 另外一位参加会的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 中国政策项目的主任叫做沈大伟 他表示 这是一次又严肃又相互尊重的这么一次会议 但是我们发现 外国学者的意见与中共官方之间存在着断层 根本就连不上 大家都说不到一块 沈大伟表示说 中共高层一直迷逾现状 迷逾现状的意思就是 今天伟大的成绩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 今天伟大的成绩就是这两千多人领导的一个非常正确的结果 这是最可怕的一点 这也是这些官员敢对老百姓喝三喝字动枪动炮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认为他有资本 这也就是我曾经提到 有一天老百姓完全反了的时候 他都不明白为什么 所以文章里也提到说 中共认为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 但是呢 作为外方的学者认为 中共现在坐在了火山口上 就看今年夏天这火山什么时候炸 那文章讲到说 中共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这样的会议上有一个非常长的文件 来揭示中共内部本身的丑陋的一面 真实的一面 腐败的一面 但是这一份资料被要求所有参与的党员宣示要保守党的秘密 所以大家听懂了 共产党就是借不得人的 所以又回到最原始的说法 马克思创建他因为马克思发誓要把人带到撒旦魔鬼前 所以谁听他的 谁就成为了被马克思带到撒旦魔鬼前的小鬼 其实不就是这么大事呢 文章里提到其实主要是这么一个说法 文章里也提到说 最后中共所迷信的就是武力镇压 别的什么都不会 那其实在上一篇文章里呢 接着提到说 中共之所以迷信于武力镇压 是因为中共得以生存到今天 靠杀几千万普通的中国人挨到今天 所以他认为只有用枪 只有用血才行 那香港苹果日报呢 针对目前情况呢 另外一个朋友写了另外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中共紧爆独裁就等待炸弹了 苹果日报这篇文章的署名呢 叫做易水红 他的评论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有一个看得见的未来 凶杀与复仇 掠夺与对峙 那镇压与反抗 都在无时无地的发生着 每个人都被刀光剑影包围着 坦克枪支炸药 匕首菜刀 创造出不间断的血腥 那在一团团的血肉模糊面前 在一句句断肢残骸面前 在一个个冤鬼冤魂的面前 无论是普通民众 还是独裁者都将不寒而立 那文章呢 他写的比较文化 但他形容的呢 是今天国内普通社会层面的一个真实的反应 文章里呢 特别引述了当时炸这个天津市政府的这个人 他的遗书这个人叫刘长海 遗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很遗憾的是 我没能做到第一个攻击邪恶中共的人 他是学的 他是学江西姓钱的那哥们 学的在他之后 所以他说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他真应该做成第一个向邪恶中共扔炸弹的人 面对这种局面 易水洪呢 是这么提到的 中共当局不惜牺牲民众的性命 而肃忌惮的强拆 这是一个理性的社会所必拥有的这种基本的态度吗 所以文章最后他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 连独立候选人 连独立参选人都能够失踪的话 连有人拿出一亿元 曹天拿出一亿元 想去竞选市长这样的人被失踪的话 那在这样的社会本身 大家就可以意识到 他们就是中共本身在紧抱着独裁 而在他们紧抱着独裁之中 就等待着老百姓这个炸弹 苹果日报在禁论中国这个栏目当中呢 有另外一篇文章 讨论就是说今天真正中国现实的状况 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实在 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最红的国情与最略的牛奶 这比较太好了 共产党多么的伟大 共产党伟大就伟大 他给老百姓喝的最差的牛奶 但是他说他是爱老百姓的 他说他给老百姓养活了 就这两千多人 副部级以上的官员 他们认为的满意就在这儿 但是他们自己却都不喝国产的牛奶 他们的孙子都往外走 他们挣的钱是为了他们的搭了孙儿能够出生在美国 这就是最红的国情的真实样 文章上来就提到说 下星期五 7月1号是建党90周年 内地报道网络报道的红专题 铺天盖地 大学生知名艺人争相入党的消息 更成为了最红的国情 但是中国乳业行业标准被踢爆 全球最差之后 那当局的解释却是用了国情二字 不能不令人猜想 国人饮用最劣质的牛奶的国情 与最红国情是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它最红 所以它才用了最差的牛奶 文章提到呢 广州市奶业协会的理事长 王丁绵 近日踢爆 中国乳业的行业标准是全球最差的 而这标准却是在爆发了毒奶粉事件之后 重新制定的标准 换句话说 大家感觉出来 当初制的那个标准 他们后悔了 共产党后悔了 因为如果当初没有那样的 相对高一点的标准 就不会把毒奶粉事件称为毒奶粉事件了 解释完毒奶粉事件之后 紧接着他说 这个建党伪业这个片子 让老百姓唾弃 但是呢 共产党本身呢 却认为他是个好片子 而参加的演员呢 很多人更干出令人非常吃惊的事情 文章讲说 那个建党伪业展示了演艺圈的入党国情 主角刘烨声称 我也跟黄绝周迅他们一样 希望演完这个片子能够入党 巨星奇聚 只求露脸 不求片酬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他生活在那个社会里头 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牛奶便是娘 这就是他们今天的样子 而到底演艺界有多烂 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 反过来他要入党 我就想问你一句 参加建党伪业的这些演员 有多少人拿的是美国护照 澳大利亚护照 香港护照 加拿大护照 有多少人在准备干这些事 但他们又说去入党 因为他要在大陆挣钱 大陆的钱好赚 大陆的钱好弄 其他的都那么回事 有关新唐人 卫星电视 能否跟台湾的中华电信续约 这件事情 目前有了一个最终的结果 这个结果非常振奋 也就是说 大家伙想看咱今日点击 还可以接着看 您放心 共产党在这件事情上歇菜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么爆 台湾中华电信公司将与新唐人续约 文章上来介绍说 台湾中华电信公司周一表示 该公司决定改变上个月宣布的 有关终止新唐人电视台 使用其卫星播出的决定 将与新唐人电视台续约转播合同 允许其继续使用 该公司的新卫星ST2号 那这件事情呢 就等着最后签字了 那但是作为正式声明呢 已经声明出来 大家也知道 中华电信本身呢 台湾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 拥有相当一部分的股份 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新唐人电视台相关的消息 报道很多 我们今日点击也有所报道 其实这最最关系的一点 就是整个老百姓 大陆的老百姓 我们透过卫星 是否能够继续知道 我们中国人身边发生事情的真相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